暑假即將過完 國小生要迎接8月30號的開學日 但還有許多小醫新生 尚未完成麻疹三線炎 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二劑 活性檢毒砍核型日本腦炎疫苗一劑 白猴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 以及不活化小兒麻痹四合一疫苗 那如果在開學之前沒有打完 因為你開學之後 還要另外再找時間 去補接種 那也是相當的麻煩 爸媽帶著孩子前往健康中心 醫師把疫苗輕輕注射進去 就完成了接種程序 根據全國性預防接種資料系統統計資料顯示 截至7月為止 完成率僅有78.21% 還有5474名學童未完成接種 其實他三季他可能要分兩次打 一次打三次當然也太承認 衛生局提醒家長 今年開學日為8月30號 新生要繳交預防接種時程 以及記錄表因本給學校 請家長不要忽視接種問題 才能確保孩子的身體健康 記住這段話 陳方報導